我們的不再忍讓 談到蔡總統的不再忍讓 吳趙謝祥目光百相 陸委會露出詭異笑容 像在說你問他 負責的不是我 不是我剛才講到 那個蔡總統的不再忍讓 剛才外交部長比你來 被針對大陸來台申請的時候 我們做好審查的工作 答案接下來 原來就是清查台灣 所有大陸在台統戰據點 與嚴整交流參訪團 從商務 文化 科技到農運序幕 各行各業全面鎖國 而原先預定23號到29號 來台招生的東腕技術職業學院 成了第一個刀下亡魂 依照我們兩岸條例 目前大陸的各級學校 是不能來台進行招生 甚至連仲介招生都是違法的 何況這一團來台申請的時候 行程也沒有有這一項行程 以違規違法為由 全面將來台行程大砍 移民署甚至派員全程盯場 但事實上原先的把關機制 就不需要經過批審公文 按交流性質 分發到各部會審查 如今入委會將統一權限 全面緊縮 聲稱是懲罰對岸 阻絕的卻是擁有高消費水平 平均每人近10萬元的來台商機 與促進民間交流的契機 如果有拿兩岸的交流 來作為季旗的話 那其實對台灣人民的傷害 還有台灣人民利益的損失 恐怕會更大 如果是為了一個 就是說表示抗議 我覺得其實我們尊重 但是樂見更有效的方式 官方管道至愛難行 如今蔡政府再展兩岸 民間的僅存命脈 懲罰的究竟是對岸 還是自己的人民與違在旦夕的觀光經濟